我請蔡英文總統 你摸的人良心 到八祖廟到關公平原 你把這句話再講一點 你有沒有用 國家一起來打壓我們的 韓總統後選人 回首這三年半 我這次蔡英文總統八個字 台灣安全人沒有錢 這三年半來 我們可以強烈看說 蔡英文總統執政 代表了民進黨的精英分子執政 也一樣八個字 台灣危險 人民貧窮 現在台灣的情況 真的是越來越令人耐心 不光是國際生存方面打不開 兩岸關係緊張對峙 對外經濟的活動 以及新南向 全部交出不及格的成績來 內部呢 不管是藍綠之間 社會各階層之間 隱藏的衝突性 真的到處可以看得到 我們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百公百言 都在擔心現在 以及憂慮未來的台灣 民黨執政三年半 蔡英文總統到現在 也沒有辦法說服廣大的台灣人民 你如何把台灣危險 人民貧窮的狀態 扭轉為台灣安全的民進 我覺得這次 蔡英文執政三年半 要對廣大的台灣人民 說清楚講明白 更重要 他要說服長期支持民進黨的 綠軍 這些民進黨 泛男選民 投票給你 到底交流到什麼樣成績 不出名字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有顧慮 他們有顧慮 這個我必須要坦白承認 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願意進來 可是不願意露你 前兩天 蔡英文總統被問到 被你們媒體問到說 有沒有國家機器 在打壓我們韓總統 他說不會的 不會的 我請蔡英文總統 你摸的人良心 到八祖廟 到觀光園園 你把這句話再講一遍 你有沒有用國家機器 來打壓我們的韓總統候選人 或是將來 我們這名單今天公布以後 或是會馬上大陸的監聽辦為 蔡總統 請你到觀光園園園面前 摸的人良心就抓 說你不會做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 如果你真的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另外一百個 顧問名單 可以再公布 很多朋友都說 哎呀我家裡面商量了以後 我們是做生意的 我們不想公布 我們不想惹生麻煩 我們會被插水表 會被插水 好 蔡英文總統 你聽到我講的話 請你到觀光廟 我再把他走上去去坐